在这边台铁局向所有我们相关的家属及社会先致歉 开鲁阁事件发生两年过后 车厂仍有发现罹难者的遗故 引起社会哗然 台铁局7号召开临时记者会 深深的90度鞠躬长达10秒 再次向家属致歉 台铁再次移民 引发批评是因为7号上午台铁局长杜威表示 将以赖或电话方式向家属致歉 被外界认为诚意不足 于是在下午临时召开记者会 率主管慎重向罹难者家属 以及社会鞠躬致歉 杜威也表示 因为台铁只顾及车辆现况的保存 没想到更重要的是 也是清理程序 我们会采取一对一的方式 那就是对 我们罹难者家属呢 方面的去致歉 并且提供关怀 那包括 我们也会协助家属 就已经发现的遗留物呢 来做一个指认 或者是领取 那至于在事故现场 那么有许多作业的SOP 那昨天也进行了检讨 特别关于 事故车辆的点焦 以及 这个现场的清理等等 那我们也请各单位 根据这个SOP 来制定这些要点 台铁局表示 或许检调单位 完成车厢清查作业 遗留物将以 巡货车厢作为分类 公布在官网 太鲁阁专区 搭配照片 以及巡货日期 也将透过关怀小组 主动通知家属 并协助认领 目前证件内 已有八件完成认领 也是新闻 台北市采访报报道 2 4